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曾经认官 原本十分富有 但是到了张恒的父亲的时候呢 近况已经大不如前 家道中落 张恒自幼好学 多才多艺 十五岁便外出游学 开阔视野 因此结交了许多心怀抱负的学者 比如马荣 窦张 王福 崔元等人 影响了张恒的为人和智学 所以他认识很多补习班老师 怎么说 马荣国文 窦张数学 王福物理 崔元英文 中国的古人多的是单名的 张恒二十多岁应邀出任官府文书职位 此间完成了许多文学作品 比如《童声歌》《南都妇》《定情妇》 尤其二经妇文词优美 意义深远 影响了后来的许多的文学家 二经妇其实是西经妇和东经妇的合称 西经写长安的奢华 东经写洛阳的礼仪 西经妇描写京城气势万千的地理环境 富丽堂皇的建筑 也揭露了王公贵族的奢侈和腐败 长安各色人物都有 其中提及了辨识的形象 若其五线游历 辩论之势 街坛相义 弹射脏痞 一群伶牙利齿的辨识 驻足在武林街头 高坛扩论种种人物的兴衰起落 加以褒贬品评 街坛相义就引申为成语 大街小巷的闲谈议论 通常指的也是民间的舆论 如果在现在他们全部都上电视讲了 说的没错 他们就是名嘴的起源 童声歌是乐府诗 写女子嫁给了令她满意的丈夫 自己愿意尽心为家庭付出 她愿意以天上的仙女为诗 学习他们端庄的仪态 宿女为我诗 仪态迎万芳 仪态万芳 形容容容貌姿态各方面都很美 此外她还要像天老辅佐皇帝那样 帮助自己的丈夫与丈夫长久恩爱 三十岁张衡辞官回乡闭门读书 深入研究《易经》《太玄经》《莫子》等哲学 科学相关的书籍 加以融汇贯通多元发展 成为东汉的博学之士 三十三岁 汉安帝召他入宫 官拜太史令 张衡在此时构思了许多伟大的发明 比如地动仪和魂天仪 地动仪能迅速发现地震的位置 为救灾带来很大的便利 魂天仪则模拟天体的运动 能准确地表示天象 上头不但有二十四节气 还有南北极赤道等标客 张衡由于个性刚正不阿 遭到众多宦官诽谤 五十五岁愤而写下《思悬赋》 《硬剑》等名篇 抒发极致 《思悬赋》充满了道家清静无为 反蒲归真的思想 文章以道家的观点出发 表明对先贤的崇拜 并明确说出自己不愿意迎合权贵 同流合污的心 接着他就写 我羡慕过去闲人的遗风 却痛心自己没有能赶上那个时代 这是多么孤单的独行 截然一人 无伴可语 上前良知一封戏 通厚尘而无极 和孤行至穷穷戏 结不群而戒利 穷穷戒利 就由此演变而来 形容人孤苦伶仃 没有依靠 穷穷是孤独的样子 六年之后张衡辞官 告老还乡 不久之后病逝 享年六十一岁 说人解字 下次再说